到了中午,玄米儿果然按照马氏说的,一块正经好肉也没有给上方,鸡头鸡屁股,还有鸡爪子,鸡脖子,都给上方端去了。 这肉少人多,加点土豆和蘑菇也够中午吃了。 今天是四婶王氏做饭,他本来还想要偷吃呢,一看盆里那几块肉,还哪里干,一块正经肉都没有,还这么少。 午饭在玄米儿的预料中,马是把碗筷摔得琵琶响。 真是黑了心的,一点瘦都没有。 苗丫头,你娘就是这么教你孝顺老人的。 祖母,我本来说这鸡炖了,给你和祖父盛点好肉,可是祖母不是这么说的吗? 这只鸡中午让你四婶做,到时候好肉都给你爹重去,剩一半鞭脚肉,给这几天干活的甜个菜。 我合计着,就算是我做的,也是按照祖母的意思不是? 难道我理解错了祖母的意思了? 马是经过这段时间和玄米儿的交锋,她真的是心里交瘁,并且这死丫头记忆力太好,自己说的话,她都能一个字不差的给说出来。 这都要翻天了,我是不是以后得反过来,管你叫祖母了,你才满意? 祖母,尽管我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? 我人小不懂事,我要是说错了,我跟祖母陪不是,您别生气。 玄米儿装得很迷茫地看着马是,眼泪就要掉下来。 吃饭,都不许说话了。 四婶王氏看着最近大房的变化,心里不舒服。 以前谁都能欺负大房,现在大房一个人都不干活,吃得还好。 五婶冯氏心里对玄米儿改观,这个丫头以后不一般,不能得罪了。 玄清儿想起自己的父母姐姐,现在羡慕起了玄米儿,不过她的羡慕里更多的是嫉妒还有恨。 谁都比她过得好了,以前还能欺负玄米儿出气,现在自己才是最受气的。 天静黄昏的时候,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,玄浩跑进来高兴地喊着, 外祖母来了! 说着又欢快地跑了出去。 玄米儿和玄瑞赶紧迎出去。 玄米儿尽管没有见过外祖母,但是没少听家人说。 一出门,就看到大门口一个五十多岁,头发有些花白,但是眼睛明亮,身子骨很好的老太太。 这个就是外祖母无事了。 她身边还有个四十来岁的妇人,一身农妇打扮,这个应该是大舅母李秀兰。 这时候,玄浩已经扑到外祖母身上了。 外祖母,我想你了。 我现在是一阵子里面的一阵子。